這正天不見證 你挺有拍桌面的 陳其中他有說 他去見陳建仁表達歉意 口頭歉意 可是他並沒有說請辭 那這個新聞最早是禮拜天 那個禁週刊 對 用獨家的方式 傍晚6點30左右了 就傳出來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禁週刊就直接寫請辭或准 對 那因為大家認為禁週刊 跟府的關係比較好嘛 所以就不疑啦 就認為這個大概是真的 那結果後來就傳出來說 行政院沒有證實 也沒有否認 對 就是不承認也不否認 那通常不否認就是真的 對 所以就說就這兩點來講 那應該就是真的嘛 大家的認知就是如此 那結果後來就整個翻盤這樣 因為蘇貞昌 剛好在不上吳佩依的台 就出來譴責亂放話對不對 那蘇貞昌這個人也不會亂來 所以我認為蘇貞昌是知道蔡英文 第一時間沒有準 那可是蔡英文既然沒有準 那怎麼會禁週刊會有這個獨家 對 而且禁跟英系不是挺好的嗎 對 所以我們的理解就會變成說是 府內有兩種意見 那有人就 我覺得是陳其中大概有跟小英講 對不起那口頭上一定會表示 歉意之外一定會說 是不是要辭職這樣嘛對不對 那府內我覺得是有人聽到這個消息 就決定出手把他打死 我覺得府內確實有一些人是 擔心影響賴清德選情的啦 那蔡英文的判斷當然不是這樣 他是覺得我這個幹部又沒有犯什麼大錯 所以他就要挺他啦 那蘇貞昌在第一時間 因為蘇貞昌也跟陳其中同事過 我覺得他們兩個關係應該不錯 請問亮哥我想問你 蔡英文的心境到底是什麼 是因為陳其中是小英男孩 還是因為如果你一旦 你就辭職代表這件事就是有錯 他不希望倒上這個方向 然後他不認為 不是 我認為 你記得他在非洲還在幫他辯護嘛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他不認為這個事情有那麼嚴重 因為你不是候選人 你不會知道 我跟你真正跟你講 沒那麼嚴重 這實案問題 對不起 你在第一線 我跟你講真的是這樣 我跟你講後來 後來當然是峰迴路轉陳其中就辭了嘛 對不對 你去看獨派的態度 1450的態度 好可怕 一面倒 都覺得怎麼可以逼好人下台 哇 一面捧 對嘛 對嘛 所以難道他們不支持賴清德嗎 不是嘛 所以顯然是他們不認為這件事 對賴清德的選情有那麼傷嗎 不就是這樣嗎 那蔡英文 我認為他第一時間也是這樣認為 真的是這樣 所以他就不認為這個對選情有那麼傷嗎 比如說你會去注意到美麗島民調啊 比如說連續五天一天掉一趴 這個我不認為他們會看到啦 他們不會看那麼細啦 可是賴清德肯定是看那麼細啊 那賴清德身邊的一些新潮流的 重要的份子 當然是看到了賴清德的焦慮嘛 那請問賴清德焦慮嗎 在這個事情上 你去看你那個時候人在國外啦 賴清德每次人家要逼問他 他就 笑而不答 就 就感受到非常無奈 因為他知道陳其中是小英的愛將 動不了 這不是他能決定的嘛 坦白講陳建仁也不敢決定嘛 這一定是弄到總統府去嘛 所以我認為是府內 比如說有鄭文燦的系統啊 有比較挺賴清德的個別人士啦 就覺得要趁這個機會就把你打死 那造成媒體的既有報導 那大家就認了嘛 我覺得大概有人心存這樣的僥倖啦 那大概也 知道賴正營的那些人的基本看法啦 就覺得這種事情 你就拜託你就不要再做了吧 我甚至覺得謝忻寧第一時間的表述 也蠻準確的 因為謝忻寧跟卓榮泰很熟 卓榮泰肯定是支持賴清德的 就是說你球員已經受傷了 對 那你還要硬叫他撐場 那這不是注定輸球嗎 而且他的想法很簡單嘛 他就怕但啊成為2023 2024的 另外一個像去年的論文瘋狂 就是 就是一絲害多命啊 我認為謝忻寧的看法我是支持的 我認為是正確的 他被出征 結果他被出征 他那個也不是黨內啦 一大堆獨派的 一大堆側翼 我就看到 哇我真的是驚為奇觀啊 謝忻寧是明顯的聲率啊 他是支持賴清德的 結果也被出征 簡直是不可思議啊 我就發現只有周一寇 被出征的比較少這樣 這個周一寇的戰鬥力 大概被廣泛支持這樣 那周一寇的 我難得同意周一寇的判斷 周一寇就說 陳其中大概不至於貪污啦 人品是沒問題啊 那專業本身就學農金了嘛 可是他的管理能力實在是 有夠糟糕啦 這個觀察我覺得是準確的 我認為陳其中 從農委會到農業部啊 給我的一種感覺就是 那個整個政府系統裡面 有相當多人對他不以為人 你說變成深層布之後 不是龍委會就這樣 所以他不一定能夠得到 真實的情報 而且因為他不是很精密 我跟你講啊 因為龍委會是一個 什麼樣的單位呢 就是很封閉啊 你隨時基層都在做 各種數據的統計 因為你要知道 哪有哪些作物的產量嘛 你隨時都要去搜集各種資料啊 然後比如說得病啊 你也要有資料 產量是不是過多過少對不對 那得病嘛 瘟疫的情況就要做統計啊 那會不會每個月啊 是不是因為爆熱啊 所以產量急劇變小 你要先做預期性的一些 對對對所以你是每天都在看數據的 對然後緊急調派 事實上你沒有時間看原始數據吧 所以就要有人跟你做摘要 讓你能夠迅速進入狀況 那陳其中一直以來都 我認為就是有問題 這個有問題就是 講的不符合實際的狀況啦 而且常常講錯 常常講錯啊 那事後又要去更正 前輩已經講了 所以人家就認為你莫名其妙 因為他講的東西 事實上都攸關補助 要嘛就是災情的擴大 那這次就是演化成食安問題 對 坦白講這件事 食安問題也不是只有他一個人管 那他就是會無能到 把所有事情都攤到自己身上 食藥署難道沒有責任嗎 之類的啦 然後你的林聰賢續場會 從頭到尾都不露臉 我正要問亮哥 為什麼林聰賢可以完全不見 所以為什麼吳子佳會這樣懷疑 吳子佳說這個蛋本身被引進的過程 肯定是有人仲介的啦 有人介紹的 開綠燈 因為你自己說你不認識嘛 對 我陳其中不認識我完全不意外啦 因為他也沒有選過去 所以他的社會人脈是沒有那麼多的 那肯定有人介紹給你嘛 那搞不好就是立委啊 那那是介紹給誰 當然是介紹給林聰賢嘛 不是廢話嗎 因為是續場會管的嘛 那續場會就是去處理這個事了嘛 那然後人家就 這個直接第一當事人就 聰明的選擇不講話啊 完全不見 完全不講話 沒有現身 我跟你講喔 這也牽涉到林聰賢的輩分 因為陳其中前一任就是他 對 所以他的輩分比你高啊 人家也當過宜蘭縣長 他也當過宜蘭縣長 所以坦白說 根本沒有把你看在眼裡啦 我講白了啦 所以他不出來你奈他何 所以你陳其中就只好帶說明嘛 然後你要幫他談 然後你呢 因為這個不是你的專長嘛 但很專業的啊 所以你就說他不大不情嘛 就是這樣嘛 那情報常常講錯嘛 我覺得 我們重塑到原來那個地方啦 就是說蔡英文就要保他嘛 他不覺得這有這麼嚴重嘛 那陳其中就這樣 這個國民黨高興死啊 國民黨說 原本一開始是 趕快下來趕快下來 後來變不要辭不要辭 破口 綜哥不要走 綜哥不要走這樣 那事後證明叫做 急娃娃撐不住 就是他回來 可是我原來新潮流 有一些挺賴的人的憂慮仍然存在 他這問題撐不住啦 結果他就回來 不是連開兩個記者會 對 還是一片罵聲啊 就是他的記者會完全沒有辦法解題啊 而且他記者會一直導向 而且越來越嚴重 對一直導向是被抹黑嘛 那是第二場 那是第二場 第一場還沒有 可是第一場就不知道你在幹嘛 然後到了下午變成 原來連義美都有事 這個是擴大欸 然後傳到後面 變成不是5400萬顆蛋要銷毀 是8000萬顆蛋可能都要銷毀 這裡是越搞越大啊 我覺得就是把嚇壞了原來的那一群人啊 認為沒那麼重要的人 沒那麼嚴重的人 嚇壞了原來就認為你該走的人 所以就出更大的力量 所以他是背請詞 當然是啦 我跟你講那個 最後用什麼方式來說服大家 因為禮拜四要開行政院院會 禮拜五原本要備詢 不是我跟你講 有連續四場會要開 禮拜四行政院院會 然後行政院會結束之後 會有會後轉述嗎 記者會 那個不重要啦 柯建民要求你來跟我報告 所以他行政院院去之後 還要去柯建民那裡 為什麼柯建民要求他報告 因為禮拜五早上 民進黨要開黨團會議 對 要公佈 有人要來K你啦 所以柯建民要來幫他擋 對 所以他就跟陳其中講說 你至好先說服我嘛 不然我怎麼幫你擋 那隔天 那個薪酬流利有那麼多 肯定講話很不客氣的啦 然後接下來就立法院被巡 總質詢啊 對 那陳建仁肯定就是被轟蛋嘛 那李陳其中就要站在旁邊 等於是連續四場 那這件事情柯建民跟陳其中 那不是拉到左院就進行了嗎 所以陳其中特別去立法院 黨團已經拜會過啦 可是他沒有 針對目前的所有的爭議去做報告 所以原本禮拜四還要再去 沙盤推演一次 就是院會後 就是行政院報告完之後 柯建民也是聰明人啦 他當然知道哪裡 人家實在是聽不下去 那柯建民的態度呢 還要幫他護 沒有 也沒有 只是說你要來跟我說明 不然我明天怎麼 如果他沒有走當然是要護嘛 可是你要讓我說得通啊 我要建黨團 我要開黨團會議 民進黨黨團會議 不是你交代完就結束了 像那個美人要進來 王衛美當場哭啊 他認為違反他的認知嘛 可是美牛那個事情也是你要來說明的 那個是我記得衛福部跟農委會都來做報告嘛 那這個勢必要經過這個程序的啦 不然人家院會為什麼要理你啊 而且現在是在選舉啊 很多人不一定挺你蔡英文耶 我們挺的是賴清德要當選啊 對不對 所以大家目標又不一定一致 所以我認為是 他昨天 昨天是禮拜二嘛 昨天他那兩場記者會的表現 把新潮流這些人嚇壞了 說這傢伙如果不趕快走啊 那真的是燒不完 而且 燒到了 立法院院會那進一步擴大 因為是院長耶 你如果讓院長一直講錯怎麼辦 那這個就 危機就從你農業部燒到院籍啊 就這樣啊 就一種放血式的一種記者會 對啊當然是這樣啊 所以你去想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他們回去一定是使極大的壓力啦 所以你這個黨團會連過關都不可能啊 那你是要害死陳建仁嗎 還是賴清德 賴清德他們不會講啊 當然那個是 因為他沒有在體制內嘛 可是他們就說 你就是會讓賴清德 選舉就完蛋了嘛 當然是會一定會扯到這裡的 可是最有感覺的一定是新潮流 因為他們裡面有個林沖賢 那結果呢 新潮流也 這個叫棄居保帥啦 說那我們林沖賢也配掉了 那你就沒話講了吧 大概意思就是說啊 你陳希仲如果再不辭 那林沖賢就要辭了 那林沖賢就出來把一些事情都講出來 那你真的住嗎 對 因為一輩份最好是部長先辭嘛 然後他更辭嘛 那所以你看到禮拜五的時候 林沖賢也不在 陳希仲也都不在了 剛好做到明天嘛 剛好做到禮拜四嘛 所以是陳俊暨上來帶打 那這個整體的關注的幅度 那他有兩個行程都沒去 一個是賴清德的那個余會 後援會的成立 陳希仲你不要來 拜託給你不要來 然後還有隔天 非洲豬瘟的週年的計程會 陳希仲也沒去 就是連續兩個場 就是你現在已經變成瘟神了啦 你仇恩值都集中在你身上 那本來大家是覺得好玩 那我就說 就讓他當沙包啦 對啊 可是當破口 後來發現不是這樣 他這個沙包還會 還會再捅出更大的洞 你知道嗎 所以你趕快離開吧 那因為 因為已經有人提告了嘛 因為鍾小平跟徐曉星已經去告了嘛 告賭職嘛 所以 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走了 那 國民黨一定繼續圍攻林沖賢嘛 這個林沖賢你也走 對 就徹底止血啦 就是這樣 那你認為實際上對於選舉的傷呢 當然我們等一下齁 在第二題也會把它帶到總統大選的 這個最新的民調來講 可是我看到有一些被利用工具 像無心帶忙著結球啊 啊高嘉瑜在節目上講過 他曾經有遇到過臭彈嘛 我知道 那現在變成無心帶又去打這個點 就說你看高嘉瑜 你又為了搶藍白的票 你又去搗彈啊 所以他對於這些地方啦 是喔 立委的影響會大嗎 我覺得除非衍生出 真的一些死安的事件 可是現在確實有啊 像台中又抓到了未來彈嘛 那桃園是第一個先抓到的嘛 彈役嘛 抓到啊 嗯 抓到不算事件啊 事件是說有人受傷啊 就是像之前食物中毒這種一片 生病啊 這一種的啦 那 到目前沒有嘛 所以 他後來下了大手啊 巴西彈干貝全燒了算了 不是嗎 他就反正我要被你罵嘛 燒5400萬顆跟8000萬顆 大概也差不多 那反正我隆迴會就是用 我的預算把它挪支掉啊 因為如果說巴西彈 大部分都銷毀啊 那餘波我認為 要撐一個禮拜不容易 對啦 因為市面上就 幾乎沒有什麼進口彈啊 因為事實上 我們8800萬顆進來 4天就沒了 我們台灣用彈很大你知道嗎 因為原本 原本說銷毀5000多萬顆 大概他估是兩天的量 對嘛 所以你去想嘛 就是有一些 大家最怕的就是彈華裔嘛 那個彈毅 我跟你講個笑話 許甫啊 這許甫跟我講了 許甫說他帶上他的寶貝女兒 還有陳志涵 一起去逛夜市啊 然後他就說他要吃那個點心這樣 就那個 那個攤販拿起來 他的最後一個動作是灌彈毅 就灌那個東西灌一圈 然後再拿給他 然後許甫跟陳志涵 當場這樣 他看到 他看到那個點心要拿給他 居然灌了一輪蛋液 兩個人眼睛都瞪大這樣 怕到 就是怕嘛 可是這種現象 我認為一個禮拜之後 大概就沒了 因為時效也差不多了 比如說李燕秀他昨天也跟我講 說他去買菜 因為他是媽媽嘛 他說前面兩個女的在那邊撿蛋 以前我們買蛋都把一盒拿來就走了 對 他在那邊挑 挑 看了 真的啊 然後在那邊聽聲音 然後看有沒有這個進口蛋 那樣子 然後他就說 李燕秀說他排隊等了15分鐘 就等大家在那邊 挑蛋啊 因為他要買蛋 他就看那門挑那麼久 就這樣 這種現象大概 那你現在也大概聽到了 我跟你講他運氣好是 現在沒有開學 所以沒有陰陽午餐問題 開學啦 可是還沒有人吃到啊 因為現在也沒有證據抓到 還有流進團散啦 有 有 因為好游的意思是說 不是學校 不是學校 對就是這樣 那 我那個義美也是被迫承認 因為人家查到流向 其實這個事情我認為 我認為盧秀燕 還是有很大的功勞 因為他真的全面去查 那台中市的那個蛋品的同業工會 我覺得應該是跟市場比較熟吧 112家都交代流向 那桃園 然後台北也在集集的要資料要什麼的 對 就是這樣 可是我認為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這個事情就蛋 淡掉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下一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